我們現在介紹關於 import audio file 這個部分 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都知道我們要 import audio file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file直接選 import audio file 當然你可以 import CD 就是只要選到那個路徑就好了 import audio 然後譬如說我們桌面上其實目前有一個檔案 好當我們選到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檔案 這邊有顯示這個檔案的所有相關資訊 SampleRays 4.1 有沒有 然後 長度 還有大小 如果我需要賄賂的話我就add 然後convert add 就過來了 然後 至於要不要convert這件事情是這邊的選項 譬如說我們先取消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Session Setup 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Session Setup 就是當我點開後你會發現 我們這邊 SampleRays是48 有沒有 然後預測檔案的 我們預設現在SampleRays 48K 然後我們的Audio Format是Wave檔 好 然後在我import的時候 我們先直接import來看看 當我選到剛剛那個 AIF檔的時候 當我選取它 然後add 然後 檔 有沒有這邊就會問你說 你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file 我們選取要add到這個Session 但是它是 擁有不同的SampleRays的取樣頻率 然後所以 This file will continue Playback 會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因為不同的取樣頻率在播放的時候會 有落差 所以我們先這樣做一下 New Check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Clip List 好在這邊 這個沒錯 好那我們放一下 小聲一點 基本上 它的速度是不一樣的 好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我們來做 我們再來一次喔 Input Audio 然後 這個時候就是 問題就出現在這邊 我們要不要convert 好要convert 因為它原本的SampleRays是44.1K 我們要把它轉成48K 然後這邊看是要多少的 的quality 當然是選最高的 然後down Audio file 然後就 import 這時候 這時候Portus就會在自動轉換的狀態 New Check 你看 兩個長度完全不一樣有沒有 好我們聽一下 那這一軌 小聲一點 好那這一軌 是不是速度都不一樣了 好這就是我們在import的時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好這是import audio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是 我們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它的 Portus的支援的 檔案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檔案 有AIF WAVE 常用的是前面這三個 還有甚至於MP4 MP3 這另外三個 AC的是以前AC PRO的那個LOOP的格式 然後 還有QUIT TIME你也可以支援 還有REX 這如果你有在玩LOOP或是RECENT的時候 你應該會知道這是什麼檔案 SD1 SD2的話是Portus早期的Portus的聲音檔 好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聲音檔 Portus都有支援 好然後 接下來是我們import的時候還有一些setting可以去調整設定 我們在preference這邊 呃 processing這邊有沒有 import 你可以有一些選項 comment convert import 這個 這個還好 我們要看一下其實你可以 這個自動的copy file on import 有沒有 然後 自動的轉換你 Copy the file to session format 有沒有 這個是你可以再根據你的需求去做的 好 非常的 設定是如果你 然後另外是如果你有利用到REX file的話你就可以在這邊去看去做調整 不過這邊我們就不多做介紹 然後還有sample rate的convergent quality 這邊都有預設值可以去做 所以這個欄位你就可以去稍微去依照你的需求去做一下調整以及設定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兩個打勾的話其實蠻方便的 好 這就是關於 我們input audio file的時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事情 是什麼 是 Bath 子 因為 最 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